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楚楚 我们今天邀请到 中华莲花语显密佛学会的理事长 李建伟理事长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就要邀请你来跟我们大家聊聊天 好啊 很高兴啊 你知道一句话叫做 万般代步走 唯有夜随身 这一句话其实它是在2003年 就是刘德华所演的一个大治老年年 对对对 他是在讲这个因果的故事 那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 因果其实跟浅世晋升有关系 比方说很多人就说 你们夫妻常常适合常常吵架 你们是丁世人稍欠罪 或者是说那个小孩子他很会读书 他真的读得很棒 然后又赚很多钱 那这辈子就是来帮你 就是做功德还债的 就是有可能会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想要听听看就是 你们是因果 然后因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 有因就有果 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结果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的前面 为什么会有因呢 因的前面是圆 由于缘分之后 就会产生原因 那原因就会产生结果 好的缘分就变成好的原因 就变成善果 不好的缘分就变成不好的原因 就变成恶果 那越来累积越多 这个很多不好的原因 不好的这个结果呢 累积越来越多 就变成一个恶业 那是不是就跟日常生活中很像 比方说我每天就是很规律的 早起早睡然后养生 那我可能就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健康 对 同样的就是说你每天如果抽烟 每天抽 一直抽 一直抽一抽 那结果呢 就是你可能得肺癌 这就是不好的原因造成这个结果 但是不好的原因 我还特别强调跟大家分享 我们应该再往前面看一层 就是佛教里面常讲的缘起 有一些这个专家也是有统计过 我们人每一天会碰到大概有八千多个 八千多个 八千多个缘起 比如说我今天来录这个节目 就是个缘分 缘起 那我今天可能跟某一个人讲一句话 跟个朋友谈一件事情 可能是开心 可能不开心 每一件事情 每个动作都是个缘起 我去吃饭可能也是个缘起 所以每天大概有八千多个缘起 那缘起有时候我们也很难控制 因为今天突然有人约我去做什么事情 或突然一通电话进来 很多事不能控制 佛教就说无常嘛 这很难控制的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希望 它的因跟果 我们能够感觉是不错的情况呢 不要累积成恶的 而是散的业呢 其实对缘起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无常的缘起 啪啪啪啪啪进来 所以你要把每个缘起 都要用自己的一个修行 一个很好的脾气让他把它控制住 比如说有件事情会引起 你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的时候 但是你一个平静的心情 包容的心情 慈悲的心情 那对方就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他虽然很火大 想要跟你做一些矛盾冲突的时候 但是看到你这种态度 他也就放软下来 你想想看 这个缘起如果放软的话 你事后再碰到他 两个态度就不会再那么严肃 那么冲突 那以后的结果 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如果你一开始跟他 遇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讲一句你顶两句 他给你一拳你踢他一脚 那你想想看 当时可能会发生一个冲突 之后这个原因下次再碰到 还继续延伸 可能继续矛盾 到最后他的结果可能是发生 你们不能预期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说我们讲因果之前 你要更重视缘起 缘起有很大的风险 就是无常各种变化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要多修行 多听取善知识 多做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讨演 调整自己的心态 来面对各式各样的无常的变化 那这样子 你当你无常控制好 缘起缘分控制好的时候 你的因 八千多个 可能有五六千个都是善因 那善因的结果就是善果 那我们要怎么把因果业力 做一个善的循环 或者是我们要如何去摆脱 这些阻碍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好 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可以控制 觉得不能控制 当然你今天听过这一段之后 如果你重视这个缘起的话 你可能会去做个修行 念念佛经 或者是守一些戒律 但是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就是如果说你听到一些善知识 或做功德的时候呢 你主动的去参与 主动的去执行 或者配合去做这个事情 它这个缘起呢 是你争取了这么一个好的缘分 那我跟你讲 这个好的缘起 它最后这个好的因 好的因最后的一个善果 而且如果你争取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功德的参与的机会 那你得到的那个善果呢 是非常大的 甚至这善果可以帮你消弭一些 你可能过去自己有察觉 自己没有察觉的一些自己的违规 或者说一些失误 或者是这个伤到别人的事情 都因为这样大的功德 而得到一些消弭 所以我觉得听到善知识 听到能够助人 听到能够帮助一些 佛形事业的事情呢 多多的去参与 那这个就是一个改变 把这个我们不好的缘起 能够消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除了自己修行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方法 所以理事长你觉得还有什么 就是功德可以 就是让自己补足 有没有 因为我可能有时候 我们出去给人间个五块十块 但是有没有 就是大的功德 这个也是啊 比如说你自己在家 念一段经 修一段法 那也是 自己打个禅作 自己静坐也是 但是如果说你更积极一点的 你做点布施 比如说这个参与一些慈善的事业 或做些布施 那另外呢 当然这些都是现世 这个世间的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对佛学这样子 刚刚讲到你说 英国要轮回这些事情 你想要了解生生世世的话 我觉得参与佛形事业 尤其佛形事业 像比如说有人要建世建庙 哇这个功德都非常大 为什么说这功德很大 就是你建世建庙呢 就是虽然说你在这个世间 用你自己的力量 用你自己的善念 去帮它建设 但是你可能会往生 你可能会这个轮回 它是把你的功德流传 但是这个寺庙呢 都盖起来 像各位我们常听到说 千年古叉 百年古叉 对不对 它就在那个 这个深山里面 就建设在那个地方 或在很多这个大的城市建设 都是几百年了 当时见世见庙的人 早就轮回好多次了 所以它的那个功德 它的利益呢 一直生生世世在里面做 也就是说 你今生做了一个 选择了一个好的 像好的股票投资一样 它就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 一直发展下去 你今生呢 抓了一个好的缘起 结了一个好善因 得到一个善果 哇 这个善果呢 穿越时空 你可能已经轮回了好几遍 这个善果还一直累积 为什么说善果累积 比如说一个寺庙来讲 寺庙它就是一个 弘扬佛法 弘扬善知识的地方 那一代一代的人 都进入这寺庙 这寺庙的精神 一直留存在这个地方 让世世代代的人 因为得到佛法的加持 改善了他自己的人生 让他能够积更多的善因善果 这里面都有一份 当初见识者的一些功德在 所以这种功德大到就是 你可能我们讲一天有八千个 这样子的一些缘起 你可能这种好几千个 不好的缘起的这个状况 都会因此而消弭 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 除了自己修行之外 能够参与更多这样子 那个利益众生的事业来讲 创造抓住这种缘起的善知识的话 那这个人生的改变 不只是今生改变 你可能生生世世 比如说来生 你生的相貌庄严 这个生活家庭富裕 或者说这个家里面的 这个家族 亲族 关系和乐 都是因为你前世 做了这样的一些功德 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 所以理事长 我最近也听说 就是我们长治连时电冲 2021年开始在兴建 这个功德很大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算我一份 当然 我觉得这个 如果说你听到这个好消息 其实我们2021年 因为我们懂得刚才讲的 这个好的缘起的观点 所以我们也有机会 我们就创造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机会 发心发愿去做 那很多这些我们的同修 很多佛友们 听到这些好消息之后 他们大家在共襄圣举 比如你刚才讲 我们的这个长治连时电 这个建设 从2021年 我们这样子登高一呼 哇 大家就因缘俱足 就各路的这个佛友 都来支持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 我们就地把它买下来 然后我们也修了很多次的烟供 然后累积到一定的福报之量 大家在供养宝瓶 把地基做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把主结构 都已经完成了 这就是因为有很多 跟我们一起共同 在学佛路上的这些佛友 他们都懂得 缘起之何等之重要 听到这个善知识 见即旅即 马上用行动来支持配合 所以你今天听到 你愿意参与 我真的是随喜你 真的随喜 因为你如果常参与这种 这种利益众生的事业的话 其实你自己的 从本质内心 都会改变得到一个进化 而且你常参与之后 或者一直持续参与之后 你会发觉你整个人生 整个事业 整个方面都会一直改变 因为什么 你的源起已经被 好像源头的水被过滤了 那个水库的水出来之后 都已经过滤得干干净净的 而不是说水库的水充满杂质 你在源头就已经得到过滤 因为你抓到了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源起 所以它所造成的因 所生的果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刚刚特别强调 如果参与这种 大型的佛形事业 比如建世庙这种的话 它的功德是 跨越时空 跨越生命的 所以等于说 四世代一代一代都 一直在流传下去 对 这非常大的功德 所以我想说 不管除此你听到 或者说线上朋友 大家听到 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工程进展相当的顺利 而且我们一直在炒 激进的目标迈进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改变我们的人生 其实理事长 我很好奇 现在长治联石店 因为我都真的没有去过 我想要知道 它现在已经 就是进行到 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 讲到长治联石店 我真的觉得好兴奋 因为长治联石店 从正式开始建设 就是挖地基 开始到现在才一年多的时间 它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在这一年多前 大家就募集了很多 埋在地上的宝瓶 我们希望如法建设一个寺庙 结果宝瓶埋下去之后 整个好像旱地拔松 啪啪啪啪啪 现在已经盖到四楼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明年上半年就应该是结构都可以完成 那也可以通过就是政府的整个检验 取得使用执照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 各位也知道 这两三年发生了COVID-19 又发生了中美贸易战 这个物价 这个通货膨胀 各方面的问题 但是整个联石店的建设 虽然外界的环境那么变化这么大 可是基本上我们建设还是很顺利的 如其包括气候的配合 各方面都是非常顺利 而且整个结构 从地基开始一直到峰顶 我们一路都在跟进 整个结构 是可以建设八层楼这么高的一个钢筋结构 但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只盖了四层楼 所以我对这个整个房子建设 我真的充满信心了 你说这个百年基业 我真的可以拍胸部讲 绝对是百年 可能好几百年的基业 整个结构非常的扎实 所以你看到那外观 你会觉得会很感动吗 就是你光看从无到有 然后到有外观 对 无到有 而且是非常扎实 非常结实的在做这个部分 所以你刚刚讲到峰顶上凉 其实我其实在国外好像听过 峰顶其实是一个好兆头 那其实你刚才说 可能我们就是捐助佛寺有功德 那其实我可以也参与这种封顶 然后捐助庄网 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功德无量 竹竹你真的讲到一个重点 因为可以想说也算我一份 你真的讲到重点 因为这个整个佛寺盖 当然是参与就是很大的功德 我想各位可能看过一些文献 或者说看过一些影片或电影 有讲就是 芝加摩尼佛在这个 菩提树下乘到的时候 那乘到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蛮虚弱的状态 那也是外面刮风下雨 地址在前面 他的背后就出现了一个眼镜蛇 在后来 人家以为就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个眼镜蛇伸出来之后 是把眼镜蛇两边那个筛把整个张开 然后帮斯加摩尼佛遮住 曲风挡雨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成就者 他所传播的善知识 是利益众人的 那利益众人的话 我们就要支持他 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支持他 帮助他 这只眼镜蛇能够张开 就是像把它盖一个宝顶 一个就像我们盖寺庙的瓦一样 把它遮住 让他能够安心的在这边 不受风云的影响来弘扬佛法 那当然后来有很多人捐地方 比如说捐这个 齐处几孤独园 路野院 在这边弘法 当然这个意义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做一个能够弘法的地方 但弘法的地方最重要就是 最有象征意义的 就是盖这个宝顶 盖这个屋顶 所以我们长治连诗店 目前整个工程已经进入 就是这个结构即将完成 所以也盖到四楼了 四楼之后我们即将会做上梁 上完梁之后就开始铺瓦 开始盖瓦 这个盖瓦的意义就如同当时 眼镜蛇这样子 像地母那个眼镜蛇 张开来保护斯加摩尼佛 这个意义是一样 所以这个是在整个建设当中 很大的一个功德 上梁 然后铺瓦 铺瓦的工程我们即将要展开 所以这个时候参与的话 哇 这功德当中的功德 所以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个人运势吗 因为大家很想说 我可能有时候得罪了一些人 或是我们前世可能有一些业障 那我可以透过就是捐寺庙 或是我们捐那个砖瓦 其实对我们个人运势 其实也有关系 这个是绝对有关系 而且关系是大过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金刚经上面也提到 就是说很多功德你做了 其实你是因无所助而升起心 你就是不要挂在心上面 为什么请大家不要挂在心上面 因为这个功德远远大过你的运势 运势只是你想的那个点 我们讲像战术一样 可是你做这个大功德像战略一样 你整个都会大改变 它改变不只是你的运势 你可能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 你的生活环境 你的身体 你的思维 你的想法 通通都变得健康 所以有时候有些佛友说 我要签名字 我要什么 那个都是整个改善当中的一点点 小小的 那个都是一定可以改善的 参与的功德越大 那个改善的效果就更明显 参与这种功德的事情 你其实不用怀疑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东西你盖好了之后 你建设好之后 它不是单点你参与那次 因为你参与那次之后 它你做好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寺庙 它是不断的在运作 不断的在做利益众生 所以也就是说 对于你的帮助也就不是你刚刚讲的说 我的运势会不会改变 而是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循环 那是一直散的循环 对对对 因为你后面的事情就不是一对一的 而是好像一个按钮 一个play play之后它就一直转 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很多人不了解就觉得说 我只是单点 其实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只要参与了这样的一个大功德 整个就像一个 整个一个漩涡一直循环 你的周边不好的磁场 统统都被打掉了 而且我又觉得很骄傲 我就可以跟我的孩子说你看 以前我们有捐助这个佛 你有空可以来这里拜拜 对对对 所以可以告诉自己的孩子 然后可以让这个善念可以涌流传 嗯哼 我觉得能够参与寺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 能够听到这个善知识也是大家缘分 应该把握机会 把握这好的缘起 真的 因此我们台北阳明山有莲丝 因为我们桃英有莲丝 我们屏东长治特别盖一个莲丝店 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莲丝清凉地 希望所有有缘的人都能够在屏东长治跟莲花生大事 跟藏传佛教的祖师爷 莲花生大事结下一个善缘 所以我们在屏东盖了莲丝店 哇 所以你看到莲花生大事也可以叫我们说 其实有目标就要努力去实行 是 就是也是叫我们说怎么做人 做人做事啊 或者是你做事的态度 身体力行 对 来做这个弘扬佛法 对 然后再来我们多做一些善事就有一些善业 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长治莲丝店真的需要大家 来跟我们一起做功德做善事 这个百年大月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 是 我们把这么好的一个善知识 这么好一个做功德的机会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把握这个缘起 共同来参与 我们一起完成一个了不起伟大的功德 一起做功德吧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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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